这期继续讲职员第168篇 万正书记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们的人从来没干那种事 再说 大家都是同僚 至于那样做吗 杨红超苦笑 万正书记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我也得为我们的人说句公道话 绝对没有像万正书记说的那种情况出现 有没有不是一张嘴说得清楚的 就算是杀人犯 他嘴上会说自己杀了人吗 张万正嘲讽地笑着 万正同志 你先坐下 陈兴眉头微皱 张万正这回已经是有些失态 陈书记 让洪超同志先把郭鹏叫过来 我倒要亲自问问 洪超同志说的话是不是出自他之口 张万正深吸了一口气 他不敢对陈兴不敬 这回也是规规矩矩地坐下 胸口起伏了两下 张万正这回气得不轻 将郭鹏带过来是没问题的 但这里是市委 还是陈书记的办公室 压着郭鹏到这来 会不会不太合适 杨洪超看了陈兴一眼 他也不怕将人带过来 关键就看陈兴的意思 陈兴还没说什么 张万正确实已经先到 带到这里来不合适 那就去你们市局 洪超同志 这样还会不合适吗 张万正脸上既有怒涩 又有讽刺 因为愤怒 张万正有些失态 心里对杨洪超积聚的怒火 更是到了一定程度 就连一旁的陈兴看了 也忍不住摇头 尽管他也并不喜杨洪超 但此刻也不得不认为 张万正不够冷静 万正书记要去的话 那肯定是可以的 杨洪超很是配合地回应着 看了陈兴一眼 陈书记 那您 我就不去了 万正同志 你和洪超同志 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陈兴摆了白手说道 这些狗屁倒灶的事 陈兴其实也很是烦躁 让张万正查秦鹏的案子 最后弄出这么一堆事来 陈兴也是始料未及 那好 我跟洪超同志去一下 张万正此刻 只想见到那郭鹏 对那小年轻 他有点印象 毕竟是他亲自挑出来到 审讯小组的人 但他指定的负责人是诸伟 有什么事都是诸伟 直接向他汇报 他有指示 也是直接吩咐诸伟 和那郭鹏并没有单独接触过 张万正不知道对方 原何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是有意陷害他 又或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张万正迫不及待地 想把事情弄清楚 两人站了起来 准备往外走 陈兴突然叫住张万正 转头对那杨洪超道 洪超同志 你先到楼下等会 我跟万正同志说几句话 杨洪超愣了一下 不动声色地看了看陈兴和张万正 眼神有一丝波动 杨洪超很快掩饰着自己的神色 笑道 那我先出去等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陈兴和张万正 陈兴朝张万正走了过去 抬手轻拍着张万正的肩膀 万正同志 你失态了 是 我有点乱了方寸张万正有短暂的失神 他没想到陈兴会对他做这么亲密的举动 看了眼陈兴在他肩上轻拍的手 张万正突然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陈兴这肢体动作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是对他的一种支持态度 这让张万正心里暖暖的 关键时刻 陈兴的信任让他心生暖意 美林大师有敬气 万正同志 这句话我与你一起共勉 陈兴微微一笑 越是困难时刻 越是不能乱 陈书记说得对 一句子虚乌有的指控 就让我大动肝火 确实是我不够冷静 张万正苦笑道 那个叫郭鹏的 你对他是什么印象 陈兴轻点着头 问了一句 没多大的印象 根本没单独接触和了解过 何来印象 也不知道他共认的话 是从何而来 张万正摇头道 那看来你是没向他暗示过什么了 陈兴道 肯定没有 我有事都是找诸伟 那是审讯小组的负责人 郭鹏只是其中一个成员 我又怎会找他 张万正自嘲的笑笑 陈书记也是有所质疑吗 倒不是质疑你 只是你仔细想想 他说你暗示和受益过 对秦鹏刑讯逼供 才导致秦鹏跳楼 你有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有谁能给你做正部 还有 那秦鹏也死了 血书倒是留下了一封 但对你也不利 陈兴肃然道 张万正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反驳的话 却是发觉自己无言反驳 陈兴的话 他有些不爱听 但却是一句话 惊醒梦中人 这件事 他根本就是百口莫辩 尽管他自己知道 从没做过那样的暗示 但郭鹏是纪委内部的人 郭鹏的供词 让他处于不利的地位 就犹如黄泥巴吊裤裆 不是时也是时了 去吧 先到公安局了解下情况 这件事 我让杨洪超封锁消息 除了几个参与做笔录的警员 不会再往外转 不管真实情况是怎么样 消息控制起来也就是了 陈兴拍了拍张万正肩膀 点头道 张万正点着头 没心情和陈兴多说什么 这回他也无话可说 陈兴相信他是一回事 但张万正知道 自己光凭嘴上的保证 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转身出了陈兴的办公室 张万正心里有些压抑 陈兴的话 让他冷静了不少 但张万正心里头的怒火 并没有减少 下面的一个办案人员 也敢陷害他 这让张万正怒不可遏 目视着张万正离开 陈兴轻摇着头 张万正的愤怒 他能看得出来 换成是他碰上 他同样会怒火中烧 只是张万正 到底有没有做过那样的暗示 无奈地叹了口气 就这一点 陈兴自己也不敢保证说 张万正不会做那样的事 为了追求办案效率 让下面的人 在审讯的过程中 适当地采取些措施 这其实很常见 别说是纪委 或者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在审讯时会那样做 公安局的人 恐怕干得比谁都多 刚刚杨洪超一番信誓淡淡的话 陈兴听在耳里 是嗤之以鼻 只不过杨洪超刚才怕事 也有意在鸡张万正 对方说的话 全当听听也就是了 陈兴在刚才那种情况 也不会刻意抓住杨洪超的某句话 指责想着杨洪超这个人 陈兴眉头微醋 他对杨洪超的印象 好不到哪去 只是就郭鹏 这件事而言 杨洪超做得 的确让他无可挑剔 杨洪超啊杨洪超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兴脸色凝重 默默地念着 书记 饭太凉了吧 要不要重新去买一份 黄江华走了进来 他刚刚早就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吃了 陈兴的盒饭 确实还没动 仍放在桌上 不用了 买来了可不能浪费 陈兴摇头笑道 吃一两顿冷饭菜 肠胃也坏不了 走到桌旁 坐下来将林勇买来的盒饭吃完 陈兴看了下时间 这一转眼就八点多了 时间说经用也经用 说不经用也不经用 摇了摇头 道 小黄 走吧 时间也不早了 几人从市委出来 李勇要送陈兴回招待所的小别墅 陈兴确实道 小李 等一下 你在前面找个路口把我放下 你和小黄可以回去了 好 李勇闻言 很是干脆地点头 也不问陈兴要去哪里 那不是他该问的 陈兴要是什么地方又不想说的话 那他问就是自讨没趣了 小黄 和那沈小姐的关系定了没有 还是还在追求当中 陈兴闲着没事 笑着问一旁的黄江华 定了 黄江华听到陈兴发问 不好意思地回答着 哟 确定恋爱关系了 陈兴脸上有了笑容 小黄 行呀 不声不响 就将人给拿下了 我看春节的时候 真有希望喝你的喜酒了 陈书记 那个真的还八字眉一撇呢 恋爱不代表什么 以后的事还不好说 黄江华挠头笑道 他也想和沈惠宁赶紧把终生大事办了 对方的家事是他所需要的 而其本人又让他不讨厌 黄江华知道这一门婚姻正是他所需要的 人漂不漂亮没关系 只要能给他将来的前程带来帮助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后有了权利 和仇身旁不会有漂亮女人 何况沈惠宁也不会长得丑 黄江华自个很想尽早办喜事 但他知道沈惠宁还没考虑到那么远 他要是操之过急 说不定反而是鸡飞蛋打 反正现在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 接下来的事 一步步来 黄江华对自己有信心 说的也是 恋爱不能代表什么 所以你还得继续努力陈兴笑道 车子在路口停下 陈兴先行下了车 让李勇和黄江华两人回去 陈兴沿着马路走了一段后 这才拦了一辆车 前往杨洪所在的小区 车子到了小区门口 赴前下车 陈兴往小区里面走去 走向杨洪所在的楼洞之前 陈兴停了一下 朝斜对面那栋楼看了一眼 李燕丽就住在那一栋 但现在却是冰箫玉允 陈兴心里有些惆怅 曾几何时还记得和李燕丽 在酒吧里 在郊外 在其家里 几番亲密接触 对这个女人 其实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李燕丽死了 陈兴知道 这段记忆反而会让她铭记 陈书记 熟悉的声音传来时 陈兴没回头 也知道是谁 摇头苦笑着 她发现来着找杨洪 真的很容易和顾盼男遇上 毕竟都住在一个小区来着 小顾 你也才回来 转头望去 陈兴看着还穿着检察院制服的顾盼男 笑着点头问道 嗯 刚回来 陈书记您怎么来这了 不会是来找我吧 顾盼男两眼亮晶晶地看着陈兴 可 我来找一个朋友 陈兴不自然地笑笑 好在这会是夜晚 对方看不清自己的神色 心里却是已经想着 下次不能再来杨洪这了 得换个地方 哦 差点忘了陈书记 您上次说过 有个朋友住这了 我还以为是来找我呢 顾盼男笑笑 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加班到现在 陈兴笑着岔开话题 也不是 我去我爸妈那吃晚饭 顺便坐了一会 不过聊着聊着 又说到给我介绍对象的事 这不 我赶紧跑了 顾盼男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已经有三十岁的她 笑起来依然如同小女生一般可爱 那带着点婴儿肥的脸蛋 根本让人看不出她有三十岁 陈书记 要不先上 我那坐坐 顾盼男期盼地看着陈兴 也行 去你那坐坐 陈兴点了点头 顾盼男邀请 她也不好拒绝 好咧 正好我这里提了点我妈包的鱼汤回来 陈书记您可以尝尝 我妈包鱼汤的手艺 可是一等一的 顾盼男神色雀跃 早就忘了 刚刚其父母说的那男子 要来他住的这里拜访的事 也是市区人 今年才三十五不到 说是年轻有为 是青年企业家来着 生意做得很大 亲戚朋友也不知道是谁给介绍的 顾盼男一向很反感这种相亲的事 但亲戚朋友一直热心地张罗 顾盼男心里虽然不高兴 却是没法说什么 只能用逃避来面对 两人上了楼 电梯经过李燕丽所住的楼层时 陈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尽管在电梯里看不到什么 之前六楼发生的那血案 也不知道办得怎么样了 哎 那一对夫妻太可怜了 顾盼男突然说了一句 相信公安局会把案子查清楚 陈兴肃然道 嗯 一定会的顾盼男跟着点头 回到家里 顾盼男满脸笑容地请陈兴坐下 又是急切地要去给陈兴热汤 看得陈兴苦笑不已 想要制止 说资格只是做做就走 顾盼男确实已经拿着汤到小厨房热了起来 夜色如画 一轮圆月高悬 万里无云的夜空 星光闪闪 林思雨待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 站在窗前 仰望着头顶这一片星空 林思雨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若有若无的叹息声响着 林思雨神色有些麻木 也不知道迟疑了多久 林思雨拿起手机 拨通了黄江华的电话 黄秘书 您现在有空吗 电话打通 林思雨柔声问道 有空 小林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黄江华有些诧异 笑着答道 林思雨还没私下打电话给他过 突然打过来 黄江华也有些奇怪 想着林思雨可能也就有事才会打给他 不由地问了一句 小林 是不是有事 黄秘书 没 没事呢 我就是想约您出来做做 您有空出来不 林思雨轻声问着 当然有空 要在哪里见面 黄江华笑道 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这可爱漂亮的姑娘 人见人爱 又有股柔弱的气质 只要是男人 都会忍不住生出一种好感 黄江华对林思雨的印象其实很好 只不过因为工作和身份的关系 他也只和林思雨保持正常的接触 平常在走廊上碰到会点头打下招呼 私下也没其他接触 林思雨主动约他 黄江华惊讶之余 想也不想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定了地点 黄江华挂掉了电话 想着晚上才和陈兴一起回到望山 还是突然回来的 这林思雨的电话倒是打得真够巧 没有多想 黄江华拿起外套就出门 小单身公寓里满是温馨的气氛 陈兴看着顾盼南端过来热好的鱼汤 摇头笑道 小顾 我晚上才刚刚吃完饭 这鱼汤要是再喝下去就撑到了 还是你留着 陈书记 您才刚吃晚饭 顾盼南睁大了眼睛 旋即道 陈书记您这么晚才吃 您是领导 可得注意身体 三餐不按时吃 很容易把肠胃弄坏的 偶尔几次倒是没关系 陈兴笑着点头 眼前这热气腾腾的鱼汤 闻着很香 但他只是上来坐坐 一会就走 可不想真的喝了人家的鱼汤 顾盼南犹如温婉的小女人一般 在一旁坐着 看着陈兴坐着眉动 顾盼南用着自己都没发觉的温柔语气 说着陈书记您尝一口吧 真的很好呢 陈兴苦笑 看着眼前这一大碗鱼汤 再看看正注视着 他的顾盼南 对方那黑色的眸子 宛若外边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明亮 又带着点说不出的味道 让陈兴已经到嘴边的拒绝的话 愣是说不出口 改口道 这样吧 这碗太大碗了 你拿个小碗过来 我喝一点就行了 好 那我去拿个小碗 顾盼南听到陈兴的话 高兴地站了起来 走去小厨房拿碗 剪裁合体的长裤 将其矫健有力的一双腿 勾勒出一条漂亮直线 这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身高才看看一米六出头的顾盼南 看起来 确实让人有种匀秤修长的感觉 顾盼南拿碗过来 细心地给陈兴倒了一小碗 一边拿眼睁循着陈兴的意思 陈书记 这样不会多了吧 越少越好 不然真喝不下 陈兴笑道 盛情难却 也只好向征兴地喝一点了 一小碗没倒满 顾盼南帮陈兴把筷子放好 这才重新做了下来 陈兴几乎产生了错觉 眼前这个人影 快跟蒋碗产生重叠 都是温柔可人 小顾 你也一起吧 你要是坐着看我喝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陈兴笑道 不 嗯 我也喝 顾盼南本来想说 自个刚才在父母家里喝了很多 最后也改了口 又拿了一个小碗装了点 看着陈兴 一起喝了起来 顾盼南心里头乐滋滋的 他不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 但那莫名的喜悦 却是让他心情愉悦 屋里很安静 除了两人的说话外 没有其他 陈兴不时地和顾盼南聊着工作上的事情 他对检察院的工作是不满意的 只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从顾盼南这里 他并不是要跟对方打听什么检察院内部的事情 他一个市委书记还操心不了那么多 也没必要管那么多 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是对人大负责 除非必要 陈兴也不想插手太多 他一直是坚定的法治道路的拥护者 一个国家要强大 并且成为一个让人真正尊重的大国 必须是一个法治健全和完善的国家 一个靠着个人威权和精英人物制政 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 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国 法治道路还很漫长 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但起码正在往着良性道路发展 陈兴对国家未来有信心 对这一届的领导同样充满信心 法治必须大于人质 权力只有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件事 任重而道远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气氛轻松而又和谐 陈兴和顾盼男聊工作 只是因为两人并没有太多的其他话题可说 干作者只会徒增一些尴尬并且暧昧的气氛 并不是要打探什么 这也让顾盼男没有感到什么无形的压力 顾着说话 陈兴一不小心就被鱼刺卡到喉咙里 使劲咳了好几下 愣是咳不出来 仗得满脸通红 一旁的顾盼男关切地看着 比自己被鱼刺卡了还要着急 陈书记 出来了没有 还 还没 陈兴摇头苦笑 说着话都是尽量张着嘴 那鱼刺就卡在喉咙处 说话都能感觉到 那刺痛的感觉 陈兴苦笑不已 他想到老人家的人 吃鱼的时候不要说话 容易被鱼刺卡着 这就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哎呀 都怪我都怪我 要是没让陈书记您喝鱼汤 就不会这样了 顾盼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给陈兴倒水 又是自责着 小顾 没 没什么事 不就被鱼刺卡住了吗 没什么大事 陈兴笑着安慰顾盼男 因为不能正常发音 说话的声调都变了 想起以前听长辈说过的方法 陈兴笑道 小顾 你这有醋吧 给我倒点醋过来 对对 用醋 我怎么给忘了 顾盼男拍了下额头 一着急就昏头了 他确实忘了这种方法 急急忙忙地跑到厨房 倒了一点醋 顾盼男又是匆忙地端了过来 走得急急吼吼的他 却是不留神 绊到了桌子的桌角 惊呼了一声 顾盼男整个人往前摔着 手里拿着的那小碟子醋 更是先飞了出去 直接掉到了地上 同样也撒了陈兴一身 脸上 身上的衣服都被剑倒 陈兴哭笑不得 顾盼男是忙中出错 这会更是摔坐在他身旁 身体有一部分倒在了他身上 姿势还暧昧得很 不知道的人看到 还以为两人在干嘛呢 陈书记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顾盼男坐了起来 脸色又修又急 没事 衣服脏了可以换 不过你这沙发上也喷到了 不好洗了 陈兴笑道 并没有责怪对方 沙发的外壳 可以脱下来洗的 没关系 顾盼男摇头说着 看到陈兴脸上几点黑醋 犹如几颗黑质一样 点缀在脸上 很是滑稽 顾盼男扑吃一声 险些就忍不住笑出来 赶紧又憋了回去 匆忙地起身 从桌上抽了几张抽纸 顾盼男想也没想 就帮陈兴擦起了脸 脸上擦完 看着衣服上点点黑色的污迹 外边的夹克还好 里头的衬衫 却是分外明显 顾盼男皱起了 秀气的小眉头 拿指帮陈兴 试着擦了几下 根本就擦不掉 反而让那黑色的污迹 看起来扩大了少许 算了 我看着衣服 还是别折腾了 你再弄点醋过来吧 陈兴苦笑 说话的时候 喉咙都是刺痛刺痛的 顾盼男闻言 赶紧又走去 倒了一小碗醋 经过刚才那么一遭 顾盼男这回走回来 都慢了几分 生怕再重蹈刚才的覆辙 幸亏不是大的鱼刺 要不然就得进医院了 陈兴吞了口醋 使劲将鱼刺咳出来后笑道 陈书记 您还开玩笑呢 我都吓死了顾盼男轻拍着胸脯 心情平复下来的他 没有刚才的慌乱和娇羞 但刚刚他是真的挤出了一身汗 自己被鱼刺卡到 都不会这么紧张 陈兴的身份不一样 顾盼男也不能免俗地 对权力有一份敬畏之心 看着顾盼男那急得红扑扑的脸蛋 陈兴忍不住笑道 没事没事 瞧把你紧张的 我还得多谢你的鱼汤才是 很好喝 顾盼男有些不好意思 不提鱼汤还好 一提这个 顾盼男就觉得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 想让陈兴尝尝母亲做的美味鱼汤 却是害陈兴被鱼刺给卡了 对了 陈书记您喝口水吧 顾盼男把桌上的水端了起来 陈兴刚刚才喝了一口醋 这会也需要喝几口水冲一下口 悄然凝视着陈兴 陈兴那白色衬衫上的污迹格外显眼 顾盼男脱口而出 道 陈书记 要不您把衣服脱下来 我帮您洗洗吧 洗完甩干一下 明天就又能穿了 不用 陈兴摆了白手 按道衣服脱下来 他光着膀子不成回去 还是晚上在这里过夜 顾盼男想再说什么 突得发觉自己说的话 让人浮想连篇 脸红红的没再说啥 那精亮的眸子 却是不时地悄悄瞄着陈兴 想到刚才摔到陈兴身上那一幕 顾盼男心里突然有点激动 心跳加速着 敲门声响起 顾盼男眉头皱了一下 他可不喜欢别人这时候来打扰 小顾 有客人来了 陈兴笑了笑 抬手看了下时间 我就先走了 下次有机会再来做 陈书记 您再做会吧 不要紧的 顾盼男挽留着 听着那烦人的敲门声 却又不得不去开门 不做了 下次再来 陈兴笑着摇头 跟着往外走 门口站着一个 看起来跟他约莫差不多年纪的男子 或许还要大上那么一点 对方看到陈兴时 微微愣了一下 你是 顾盼男望着男子 你是顾盼男吧 我是廖双才 顾小姐应该听过我吧 男子很是绅士地笑着 看到顾盼男的那一刻 眼睛就亮了起来 很有气质的一个女人 顾盼男听到对方的名字 眉头微醋 正要说没听过 却是猛然想起晚上吃饭时 父母亲在耳旁唠叨的话 当时说的好像就是这个名字吧 顾盼男此刻已经反应了过来 男子就是亲戚 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了 还是什么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来着 也不知道 是亲戚夸大其词 还是真有那么一回事 但甭管是真是假 顾盼男都没什么兴趣 打量着对方 看起来确实是一副成功男士的模样 只是顾盼男 这回压根连招待的心情都没有 有些无奈地朝对方挤出一丝笑容 毕竟来者是客 小顾 我先走了 你先招呼客人 陈兴笑着挥了挥手 快不离开 陈 顾盼男要送陈兴下去 却是被那廖双才给挡了一下顾小姐 那是谁呀 廖双才目光灼灼地盯着顾盼男 看到顾盼男第一眼 他就很满意了 以前忙着事业 一直没找对象 后来有钱了 眼光又挑剔了起来 挑来挑去的 就没一个合意的 倒也是没碰到漂亮的 只不过处了一段时间 觉得都是冲着他的钱去的 又都甩了 这也让他到现在都三十四五岁了 还没结婚 廖先生是不是问得太多了 顾盼男脸色有些难看 刚才对方绝对是故意在他身前挡住的 见陈兴已经进了电梯 顾盼男也就作罢 没再追出去 只是对眼前这个初次见面的廖双才 确实已经没啥好印象 我也就是好奇问问 我听说顾小姐是自己一人独注 所以看到有男人出入 就好奇问下 廖双才笑道 廖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顾盼男斜撇了廖双才一眼 他是瞧出来了 这人不是自大 就是完全以个人为中心 自以为是的人 也活该这个岁数还没老婆 顾盼男心里付菲着 廖双才不知道 第一面就被顾盼男给淘汰了 对顾盼男很有感觉的他 却是笑目目的 自个儿进了屋里 一双眼睛在顾盼男身上扫着 特别是顾盼男 穿着检察院的制服 越看越有味道 廖双才心里 已经将顾盼男内定为对象了 凭着自个儿白手起家 到现在 已经有了近两千万的身家 别说是在望山这地方 就算在其他地方 也是富人一个了 廖双才自认为 对女人无往而不利 充斥着酒精 和女人香水味的屋里 杨红不时地抬手看着时间 不时地往门口张望着 身旁的老同学喝多了 竟是直接在他这睡着了 晚上陈兴要过来 杨红这会一边等待着 一边又怕老同学醒来 他也没给陈兴打电话说 自个这边有人不方便 和陈兴独处的机会不多 难得陈兴又说要过来 杨红可不舍得对陈兴说 不要过来 敲门声响起 杨红一下从沙发上窜了起来 光着脚就去给陈兴开门 生怕穿着鞋子会弄出动静 把老同学给吵醒 嘘 小声点 杨红打开门 朝陈兴做了个嘘声的手势 怎么了 陈兴低声问了一句 我这里有人 杨红轻声回答着 一边俯身去给陈兴拿着拖鞋 有人怎么没跟我说 那我就不过来了 陈兴闻言一正 这不是舍不得你吗 杨红神态娇媚 喝了酒的她 脸上更增几分娇艳 放心 她喝多了 睡着了 跟死猪一样 同陈兴轻声细语着 见陈兴站在门口没进来 知道陈兴肯定在迟疑 杨红可不想让陈兴又回去 拉了陈兴一把 硬是将陈兴拉了进来 脸上带着动人的笑意 咱们进卧室去 杨红指了指卧室的房间 同陈兴小声说了一句 陈兴点了点头 都已经进来了 也就没再说啥 轻手轻脚地 往杨红睡的那主卧室走去 往沙发上瞅一眼时 陈兴却是正主 那醉熏熏躺在沙发上睡着的 不是赵渝轩是谁 转头看了杨红一眼 陈兴压低声音 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跟赵渝轩认识 认识 老同学了 他在南州读的大学 我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 杨红轻笑道 又催促了一句 走吧 先进屋里 虽然他睡着了 但要是万一醒来了 就不好了 陈兴微点着头 没说什么 再次看了赵渝轩一眼 暗叹 这世界可够小的 也没再多看 快步走进杨红的卧室 怎么样 我那老同学也很扬眼吧 估计是你喜欢的类型 杨红跟着进来 将门轻轻一带 就靠到了陈兴身上 陈兴听到杨红的话 撇了撇嘴 识去地不回答 和女人 谈论这种话题 是自找最受 再者 他和赵渝轩 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压根就不会去多想别的 房间里 静悄悄地 杨红拼命地忍着不发出声音 生怕惊醒外面的赵渝轩 他却是忘了 刚刚进来 没把门反锁 此刻 门悄无声息地推开了 推开了一小缝的门边 赵渝轩傻愣愣地站在门口 眼前的景象 让他目瞪口呆 本来还没完全酒醒的他 这会几乎是被吓醒了 扶着门框 赵渝轩两腿打着颤 心脏砰砰跳得厉害 狠狠地掐了下自己的大腿 赵渝轩让自己清醒一些 不动声色地往后撤步 就如同坐贼一般 生怕发出任何一点点声响 重新走回沙发上躺下 此时此刻 赵渝轩只能装着自己还在睡觉 但躺在沙发上 赵渝轩却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睁着眼盯着天花板 赵渝轩此刻仍然心绪难平 脑海里满是刚才看到的画面 对杨红和陈兴的关系 赵渝轩很震惊 他没想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竟和陈兴竟有那种关系 而且还被他撞见 脑袋里昏昏沉沉地想着 赵渝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醒来的时候 竟然已经天亮 而杨红已经在厨房里忙碌 正在做早餐 赵渝轩当时就绷紧了弦 不动声色地往杨红的房间看了一眼 见那房间里大开着 里面没人时 赵渝轩便知道陈兴肯定是已经走了 这回看到杨红朝他走来 嘴上还开着玩笑 说他睡得跟死猪一样 赵渝轩也跟着微笑回应 自己喝了酒 经常就睡得很沉 怎么叫都叫不醒 早饭在杨红住所吃了 赵渝轩绝口不提 昨晚看见陈兴的事 他从杨红的神态表情 也能看出 对方估摸着 还以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赵渝轩明智地装傻 只是看着杨红的眼神 多了些不同的意味 陈兴凌晨从杨红住所悄然离开 昨晚在顾叛男那里见到醋 一身衣服都得换一换 所以从杨红住所离开后 就回到招待所 离开前看到赵渝轩 仍躺在沙发上 睡得沉沉的 陈兴也松了口气 按道对方没发现 啥就好上午 到办公室 张万正过来了一趟 有关郭鹏的事 张万正昨晚亲自到公安局去了一趟 当场再度失态 因为当着张万正的面 郭鹏依然咬定 是张万正受益和暗示 他们审讯人员对秦鹏刑讯逼供 这才导致秦鹏跳楼自杀 秦鹏身上留下的那封血书 就是铁证 郭鹏的话让张万正气得暴怒 指着郭鹏怒斥 最后还是同在场的杨红超 将张万正给劝开 张万正主动来找陈兴说的 依然是这事 陈兴其实已经从杨红超的电话中得知 这回张万正来说这事 陈兴仍是静静地听着 他知道张万正心里头憋了一肚子火 来找他说也更像是倾诉 这件事就暂且压下 你也不用气着资格了 气多了伤身 陈兴在张万正说完之后 笑着安慰道 陈书记 我是真的有气无处发 张万正苦笑道 算了 就当没这事 陈兴笑着摇头 道 秦鹏的家人 自有杨红超他去应付 他没及时把案子移交给你们 现在这事也由他收拾去 也只能先这样了 张万正皱着眉头 心里觉得有些不妥的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秦鹏和梁静都死了 案子是没法查下去了 而那段录音倒是有一定的价值 但要凭此查张立行 则还不够 陈书记 我还是决定去一趟省里 张立行这案子 我打算向葛书记汇报一下 至于葛书记查不查 就看葛书记决定了 张万正想了一下 再次说道 也好 你亲自去跟建明书记汇报一下 陈兴沈思着 点了点头 两人在办公室里谈了一会 张万正最后离开时 还是绷着一张脸 陈兴知道对方心情不好 也只能摇头笑笑 他刚刚没有再提 郭鹏招任的刑讯逼供的事 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怕会刺激张万正 既然选择相信张万正 陈兴知道这事就不能再提 况且 就算张万正真的有那样做 陈兴还是得帮张万正压下这事 问不问都已经没有意义 郭鹏的事 终究还是由陈兴做 只是压了下去 杨洪超信誓淡淡地 向陈兴做了保证 局里仅有的几个知情的人 已经被他305身地 下了封口令 至于郭鹏 则是被放了出来 但也被严令不准声势 更不准再提其所共认的事 否则后果自负 这些事 都是杨洪超去处理 在这件事上 杨洪超的表现 让陈兴无可挑剔 也干脆去杨洪超 去收拾这烂摊子 时间如白居过细 随着一星号星号冷空气南下 望山这座偏居一余的山城 也迎来了一个个创下今年最低温的天气 元旦这天 望山市更是达到了零下一度 为这火热的新年第一天 平添了几股冷意 郭鹏被纪委开除出来 这件事 陈兴没有听说 也没有听张万正提起 只是纪委内部的事 张万正觉得 这是没必要跟陈兴汇报 尽管他这次被郭鹏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气得差点吐血 但在他眼里 郭鹏始终就是那么一个无足轻重 微不足道的人 自己做过什么事 张万正资格比谁都清楚 郭鹏敢诬陷他 他堂堂一个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 要是连收拾手下一个小兵都瞻前顾后 前怕狼后怕虎 生怕会更加让人浮想联翩 以为他这是打击报复 是做了亏心事 那他就不是张万正 要是连这点 魄力没有 那他也就不是曾经被谭政孝称说是连省领导都敢查 无法无天的张大胆 春节的气氛在临近 旺山市新一年度的经济发展会议也如期召开 省型的100亿的信贷资金早就到位 陈兴在筹备的融资平台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近最大限度的筹集资金投入到旺山的发展中去 让旺山在未来五年取得一个经济发展腾飞的奇迹 这是陈兴定下的目标 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陈兴再次提出了五年内要让旺山成为全省排名中上的城市 争取冲进全省前三 将旺山发展建设成南海省西北部的一座经济重镇 这是陈兴的雄心壮志 在常委扩大会上 陈兴也不怕将口号喊出来 由陈兴到旺山后 新成立的制造业加工区和农业高新区的发展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招商引资工作令陈兴满意 明年开春 陈兴还打算带领两个园区亲自到省外去招商 召开几个大型的专场招商会 这个日程已经提前排入陈兴明年的工作当中去 赵于轩经常来找陈兴汇报工作 对这个孙英秘书出身的制造业加工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 陈兴越来越满意 一个人身挑两个职位 赵于轩倒是干得有声有色 并不比那农业高新区的负责人魏志平逊色多少 两人同样是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一间挑 魏志平是当初副市长许斌向陈兴推荐的人选 是真正的精管专业出身 精大的高材生 而赵于轩是中文系毕业 在管理经济园区的工作上 赵于轩的表现因为其先天不足反而加分不少 毕竟他没有位置评那样的专业背景 但其表现并不差 这点让陈兴很满意 静静的办公室 陈兴听着赵于轩汇报着加工区从筹备成立到现在取得的成绩 快年底了 赵于轩这时来向他做总结汇报工作来着 陈兴仔细听着对方的汇报 不时地点头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陈兴发现这一段日子来 赵于轩找他汇报工作时 神态跟以往隐隐有些不一样 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陈兴说不上来 但又分外明显地感觉 赵于轩的确是同以往有些不一样 特别是看着他的眼神 那眼神像是有一团火苗在燃烧着 但又不像身上穿着的套装 依然是宽松型的 而赵于轩基本上也都是这副打扮世人 陈兴甚少见到赵于轩穿过裙子 对此也已经见怪不怪 轻抚着额头 陈兴摇头笑笑 自个这习惯性走神的毛病可不好 特别是在女人身上 好像更容易走神 这可真是个坏毛病 陈书记 赵于轩叫唤了一句 嗯 陈兴抬头看了赵于轩一眼 我已经汇报完了 赵于轩看着陈兴 神态端庄 平静的眼神下 其实内心深处 并没有表面上这般淡然 脑海中总会不时浮现起 陈兴和杨红两人那一晚的场景 心里莫名地跳动 汇报完了 陈兴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你把总结报告交一份过来 陈兴对制造业加工区 和农业高新区两个园区的发展 还是很重视的 而制造业加工区 更还担负着承担南州市淘汰的一些产能 但却又是旺山市需要的产业的重任 陈书记 我手头这一份就放您这把 我还有一份备份的 赵于轩道 那也行 陈兴笑着点头 将报告放下 赵于轩轻瞥了陈兴一眼 陈书记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嗯 去忙你的 陈兴点了点头 赵于轩文言 点头离开 从陈兴办公室里出来 赵于轩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又是一年了 看着远方 赵于轩轻叹了口气 这一年应该是说 他仕途当中重要转折的一年 从副处到正处 赵于轩知道自己离那副厅并不是很遥远 市区的一家酒吧 酒吧白天人并不多 在一处角落里 郭鹏和江宇两人坐着喝酒 从事纪委里出来 郭鹏现在在一家物业公司当副经理 待遇还不错 平常也很闲 比他在纪委的工作强 而这家物业公司则是隶属新城集团 郭鹏自己得到的安置没有意见 这年头有钱比什么都强 如果还在纪委工作 他现在还是个苦逼的底层工作人员 机关里讲究的是资历和人脉背景 一枚人脉 二枚背景 三枚资历 才刚工作不到两个年头的他 就算在纪委继续干下去 熬个十年八年的 或许能混个主任科员吧 但那又有啥意义呢 他现在是物业公司的副经理 因为老总特批 破格给了他超长的待遇 一个月能有万把块的工资 再往山这地方 这工资 真的是属于顶心的一类人 从一开始出来的不甘心 到现在的满足 郭鹏也没觉得 有啥不后悔的了 对眼前这个将他拉下水的人 郭鹏也没再愤恨 唯一的担心 或许也就是 这条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郭鹏心里始终是有股担心老郭 还是你爽 拿着高薪 人又自由 想干嘛就干嘛 也不用做班 没人管你 这种日子上哪找 江宇跟郭鹏干杯着 满脸羡慕地说着 江哥要是羡慕 也可以出来吗 郭鹏撇嘴笑笑 我倒是想出来 可惜不能出来 所以没你那个福气 江宇嗨嗨一笑 江哥说笑了不是 你现在估计 也不指望那一点工资了吧 郭鹏戏谑地看着江宇 江宇咧嘴笑了笑 大家都是明白人 他瞒郭鹏也没啥意思 也不说否认的话 只是嘿嘿直笑 日子是舒服了 但还不知道这种好日子能过多久呢 要是能一直过下去 那才是真的舒服 郭鹏突然笑道 老郭 想多了不是 相信在望山 咱们靠上的这艘大船是不会倒的 江宇安慰着郭鹏 这话也同样是对他自己说 江宇也害怕 但他只能不停地安慰自己 今天约郭鹏出来 也是因为有事 希望吧 郭鹏端起酒杯 狠狠地灌了一大口 老郭 找你出来 是有事要办了 之前的事 只是开了个头 现在要结尾了 江宇正色道 结尾 郭鹏眉头一跳 脸色已经变了起来 不错 凡事有始有终嘛 江宇宁笑着 郭鹏沈默了 看了江宇一眼 怕什么就来什么 他知道对方同样只是一颗普通的棋子 他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 任人摆布 被逼着走上了这条岔道 就没法回头了 清凉的山风徐徐吹来 难得的一个冬日艳阳天 天上高悬的烈日 给着寒冬里增添了几分暖意 这是郊游的好天气 陈兴同样是偷得扶生半日闲 推掉一天的工作 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郊区的小湖 微风徐徐 草木清摇 满目绿绿聪聪 让人心旷神怡 李勇悠闲地坐在车里 今天就他开车送陈兴过来 难得休息的一天 黄江华不知道跑哪悠哉去了 不过关键也是 陈兴让黄江华不用来了 这也让李勇颇有些小得意 因为这样让他觉得 资格更受陈兴信任一点 关系也更亲近一点 尽管他知道 资格没必要和黄江华攀比什么 毕竟两人的角色完全不一样 也没什么可比性 但人就是有这么一种心态 喜欢将自己拿来同别人比 抽着烟 两脚撬到方向盘上 听着歌 不时地往远处张望一眼 李勇李小胡有段距离 领导好像是跟一个女人在钓鱼来着 对方是先来的 不过他刚刚大概撇到了 是一个女人的背影 所以李勇很识趣地 远远待着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我拉你出来钓鱼是对了 杨红坐在陈兴身侧笑道 一旁的陈兴戴着一个太阳帽 正专注地盯着水面 虚 陈兴笑着 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指了指水里 瞧见了没有 好像有鱼上钩了 杨红听到陈兴的话 跟着盯着水面 只见水面上有一小圈的波浪荡开着 看起来是鱼儿在水下动来着 但很快又平静了下去 杨红看了一阵 对钓鱼实则没太大兴趣的他 这会已经是打着哈欠 陈兴 看不出你还对钓鱼这么感兴趣 早知道就常约你出来钓鱼得了 杨红笑道 钓鱼也是考验耐心的 没耐心的人往往坐不住 陈兴微微笑着 是吗 你这是在说我没耐心吗 杨红笑着撇嘴 手托着下巴 撑在膝盖上 注视着陈兴 有没有耐心 那可就你自己才清楚 陈兴笑着看了杨红一眼 这钓鱼也就跟做官一样 越是沉不住气 静不了心的人 越是钓不到鱼 坐不好官 呀 这钓鱼都跟做官牵扯到一起了 那我得专心点 杨红笑着 明媚的阳光洒在脸上 雪白的脸蛋透着光亮 让人心神摇曳 陈兴目光在杨红脸上看了一阵 笑道 今天还是你约我出来钓鱼 你自个反倒没多大兴趣 我这不是不知道约你上哪玩吗 就想到钓鱼来着 我听说你们当领导的 都喜欢钓鱼 看来这话是一点不假 刚刚听你一番话 端得是犹如醍醐灌顶 让我茅塞顿开 难怪领导能当上领导 原来都是深谙钓鱼之术 杨红笑眯眯地说着 他也是心血来潮 才突然想到钓鱼来着 游记得之前在南州市教育局担任副局长期间 那个基于他姿色的副市长张新军 有一次就约他出来钓鱼 还说了一番长篇大论来着 杨红这回想起来仍觉得讽刺 张新军进去了 他却还好好的 钓鱼钓鱼 很多人没钓到鱼 自己却成了耳 杨红的话怪里怪气的 陈兴听了好笑 不过也没说什么 陈兴 其实以前我也听过有人说过跟你类似的话 杨红笑道 哦 谁说的 陈兴饶有兴趣地问道 张新军 杨红笑笑 仔细想想 又道 不过跟你的也不太一样吧 反正大概就是说钓鱼跟做官是相通的 那你倒说说 张新军怎么说的 陈兴对这位已经被省纪委带走的 昔日南州副市长印象颇深 张新军说啥来着 反正那王八蛋一张嘴很能说就是了 还总结了一套什么钓鱼法则来着 说什么凡事都有其法则和规律性 很多都是相通的 表面上不同 内在规律却是一样的 他说所谓的钓鱼法则 就是用最小的利益 博取大的利益 几条小蚯蚓当耳料 就要钓几条大鱼 这是以小博大 争取利益最大化 但也如赌博 可能血本无归 但不管怎么样 都得先投入 连耳料都舍不得 那就钓不上鱼来 就跟官场一样 要往上爬 那也得先投入 金钱投入 感情投入 人脉投入等等 投入得好 能获得翻倍的汇报 投入得不好 那就是血本无归杨红笑道 张新军的愿意 大概是这样 这番话 是令他记忆颇深的一番话 好一个钓鱼法则 这张新军 倒是看得透彻 陈兴眯眯着眼睛笑道 张新军一番话 的确是说得入目三分 陈兴听了也身以为然 从政 可不就是 跟张新军总结的 这钓鱼法则一样 有舍才有德 以小博大 以巧至强 凡是以达到 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官场错综复杂 但细话道人 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他就是 看得太透彻了 所以把自己送进去了 杨红哥哥笑着 我觉得这人哪 有时候不能活得太明白 陈兴笑了笑 目光定定地看着杨红 张新军那所谓的钓鱼法则 让他甚为赞同 这会看着杨红 审视着杨红同自己的关系 陈兴看似玩笑地问了一句 杨红 你和我之间 是不是就适用 这钓鱼法则 杨红有些发愣 碰上陈兴那仿若 能直视人内心的眼神 杨红小嘴微张着 他明白陈兴的意思 眼底深处有一丝不自然 很快就一闪而逝 娇媚地笑着 给了陈兴一个白眼 讨厌 说别人呢 干嘛扯到我身上 陈兴笑着 从杨红身上收回目光 此时此刻 也正应了杨红刚刚的话 这人有时候 就是不能活得太明白 还是糊涂点好啊 杨红娇笑着 试图用笑容 掩饰那若有若无的尴尬 他知道自己同陈兴的关系 其实就是 他在陈兴身上 进行感情投资 人脉投资 他需要获得自己需要的回报 所以哪怕把自己的人都搭进去投资 他也毫不介意 因为他获得的是等价的 甚至是超值的回报 按照张新军的钓鱼法则来说 他把自己当耳 博得了利益最大化 但这种话不能宣诸于口 更不能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否则便了然无趣 陈兴没有把话题继续下去 这让杨红松了口气 这一眨眼又要一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杨红轻笑着 是很快 最值钱的是时间 最不值钱的也是时间 陈兴感慨道 你过年要回海城过年吧 杨红笑道 应该会回去 一年可也就那么一两次机会回去 陈兴笑了笑陈兴 你才刚掉来望山两个多月 就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估计望山的老百姓 都很庆幸能够迎来 你这么一位市委书记 杨红斜着眼看着陈兴 笑道 有没有成绩 老百姓拥不拥护 那是老百姓说了算 老百姓说好 才是真的好 陈兴微微笑着 风吹过湖面 荡起了一圈圈连衣 水面上的吊钩 不时地被往下拉动着 陈兴两眼一瞇 于而上钩了 在这现实与功利的社会里 每个人都是钓鱼者 同样也都是那等待上钩的鱼儿 昏暗的酒店房间 窗帘拉得紧紧 微弱的光线 从窗帘缝隙间照射了进来 窗前的地面有些许光亮 整个房间依然昏沉 黄江华静静地躺着 搂着身旁的女人 黄江华突然有种 质得意满 意气风发的感觉 林思雨的皮肤很好 是美白细嫩的那种 少女的肌肤 让人挑不出瑕疵 光滑而又充满弹性 黄江华没有想到 自己会得到眼前这个女孩 更没想到 两人的关系 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从林思雨第一次私下约 她到两人这样躺在一起 这速度不可谓不快 不过同黄江华的得意相比 林思雨此刻 更多的是一种麻木和茫然 靠在身旁的 这个男人的怀里 林思雨说不出什么感觉 没有任何喜欢 也谈不上什么心动 脸上的笑容和欣喜都是装出来的 思雨 明天又要回南州去考试了吧 我包里有些钱 你待会拿走 黄江华妈撒着林思雨光滑的皮肤笑道 她现在是真心疼爱这个小女人 从两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黄江华知道自己是对方的第一个男人后 林思雨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 人家对她都毫无保留了 她还有什么挑剔的 不了 我又不是没钱花 陈哥 还是你自个留着吧 你也要用钱呢 林思雨轻声道 嘿 我哪里要用什么钱 平常吃的用的都有人送上门 出门吃饭也都有人抢着付钱 要不是我自己有原则 往我家里送钱的也多的是 只不过我不受罢了 黄江华笑着撇嘴 陈哥 那你可真是个好官 现在可没几个当官的不贪了 林思雨笑道 我哪里是什么官 顶多是一个跑腿的罢了 黄江华笑道 陈哥 你就别自签了 我听办公厅的人说 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啥的上来 看到你都得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呢 哪个跑腿的能有这待遇 再说您还是办公厅副主任呢 林思雨手指头在黄江华身上顽皮地点着 专门给领导跑腿的都有这待遇 说白了 我就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跑腿的 黄江华自嘲笑笑 说归说 黄江华也没啥自卑的感觉 心里反而有优越感 能给一把手当秘书 不知道是多少人挤破头想干的事 最后是他走了狗屎运 当时陈兴在担任南州市长时 要是没选他当秘书 他就没有现在这种风光的生活 说他只是跑腿的吧 但他说的话 有时候确实能比一个副市长还管用房间里竞技着 黄江华不缺钱 也用不上什么钱 平常的工资压根就没动过 谈不上什么大富大贵 但也是小富极安 他对金钱也不是特别渴望 在他这个年纪 有机会在仕途上走得更远时 黄江华更在乎的是前程 只要将来权力足够大 还用得着担心钱的事吗 黄江华对这点看得很透彻 所以他也很有原则 收钱的事从来不干 待会把钱拿走 你妈在住院 需要很多钱 靠你一个月那点工资 哪里够 黄江华笑着拍了拍林思雨的手臂 陈兴让他私下查了下林思雨 黄江华早就照做 事实证明林思雨是一清二白 母亲的确是得了肿瘤在住院 林思雨也是为了赚钱才提早出来工作 但还得兼顾学业 这样一个自强而又懂事的姑娘 端得是惹人怜爱 就算不够 我也不想拿诚哥的钱 我不想让诚哥瞧不起我 以为我是为了钱才跟诚哥在一起 林思雨嘟着嘴唇道 傻丫头 想多了不是 你诚哥又不是什么富二代 哪里会那样想 黄江华好笑地摇头 看着林思雨嘟嘴的可爱样子 忍不住亲了一口 这小姑娘真的是让人爱死了 就算不会 我也不要 林思雨很是坚决地摇着头 哎 你个傻姑娘 让我说你傻好呢 黄江华无奈地笑笑 想着林思雨 不知道会不会对她有别的念想 黄江华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这小姑娘让她很喜欢 但黄江华知道两人不可能在一起 她和沈惠宁已经确定了关系 现在更是在朝结婚努力 她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差沈惠宁点头 只要沈惠宁同意 两人立刻就可以结婚 和沈惠宁在一起是为了个人虔诚 陈江会不会为了一个喜欢的女人 放弃个人虔诚 思雨 我得跟你说下 我有女朋友了 咱们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黄江华心有所想 同林思雨说着 似乎又怕林思雨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黄江华想了想 又道 怎么说呢 我的意思是 咱们俩不可能像男女间一样正常交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陈哥 我知道 我也不奢望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只要你心里头有我就行了 林思雨默默地说道 黄江华有些感动 这小姑娘真的是让她越来越喜爱了 手上微微一用力 抱紧了林思雨 黄江华觉得这小姑娘太可爱了 想着自己今后过上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的生活 黄江华有点激动 这才是美好的生活 她混到现在 总算是能开始享受一点生活了 而她能有一切都源自于手头的权力 错了 也不能这样说 应该说是源自于她现在的身份 源自于陈兴身上的权力光环 身为领导秘书 陈兴的权力光环亦是笼罩了她 通过这条捷径 她能得到许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权力带来的好处 这让黄江华心里也愈发地渴望权力 她不希望自己一直只是个秘书思雨 你放心 我心里一直都会有你的 黄江华信誓旦旦的道 嗯 只要陈哥心里有我 我愿意一直跟着陈哥 林思雨一脸坚定地说着 思雨 你这样会很委屈 你真的愿意 黄江华看着林思雨 我愿意 谁让人家喜欢你 把自己都给你了 林思雨低头靠在了黄江华的怀里 说出这番话时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 很多人说 女人对得到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都会一份特殊的感情 林思雨却是没有任何感觉 她不知道自己对黄江华是什么样的心思 或许谈不上反感 但也说不上喜欢 两人肌肤相亲 如此亲密地搂抱在一起 林思雨甚至没有半分心跳的感觉 这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啊 可是她的心却仿佛死了一样 林思雨只知道 这是噩梦的一个新的开始 没有心动 只有恐惧 漫无止境的恐惧 黄江华不知道林思雨此刻心里所想 抱着这个柔弱可爱的姑娘 黄江华心里很是满足 内心深处 黄江华觉得 这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生活 思雨 你的皮肤真好 手上在那林思雨的身上滑动着 黄江华赞叹道 人家还年轻 皮肤当然不会差到哪去 又不是四五十岁的老女人了 林思雨娇声道 说着话 按住黄江华那双不老实的手 林思雨看似平静地说着 陈哥 我有个朋友遇到一件事情 之前问我在市委办工作 能不能帮他来着 我说我只是市委办的一个合同工 无权无势的 哪能帮得了他 陈哥你不知道方不方便帮一下他 什么事 黄江华眉头一皱 也不是什么要紧事 他的车子因为违章 被公安局扣了 当时他说了几句气话 结果也得罪执法的警察了 所以 人家把他的车子扣了不放 我朋友就找上我来了 林思雨仔细说着 又道 还塞给我一个信封来着 说是我帮不了他 就看能不能帮他找找关系 他这次得罪了警察 也不是被逼得没法了 车子被扣了吗 黄江华一听是这种事 眉头灯时舒展开 他不想利用手中的权力 干什么出格的事 也不想把手伸得太长 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还必须低调 不能利用陈兴秘书这一重身份去乱来 否则还等不到以后的锦绣前程 陈兴就先把他撤换了 那他到头来 就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林思雨说的事 只是小事 黄江华很是爽快地应下 小林 这是包在我身上了 回头我跟公安局的人打个招呼 保证你朋友的车子立马放了 好爷 我就知道 陈哥你最厉害了 林思雨雀跃道 说着话 像是突然想到什么 林思雨从床上 撑着坐了起来 拿过床头柜边的包包 从里头拿出了一个信封 道 这是我朋友给的 他说 谁帮他把事情办了 就给谁 陈哥 你拿着吧 什么东西 黄江华猜到了什么 嘴上仍是问了一句 果不其然 信封李庄的事前 黄江华拿过来 稍微掂量了一下 就知道 里头应该是大概一万块 撇了撇嘴 黄江华道 思雨 退给你朋友吧 陈哥 这是他给的报酬 你帮他事情办了 钱退给他的话 他肯定不会收回去的 林思雨道 则 一件小事罢了 再说他是你朋友 就冲着你的面子 我也不能不帮不是 黄江华笑道 陈哥 我是我 他的事归他的事 这是两码事了 人家有钱 你就收下了 林思雨冲着黄江华撒娇着 这钱我不能收 黄江华摇头笑着 瞥了林思雨一眼 道 思雨 你不是还在读书吗 怎么会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随便托人办点事 都能塞一万块 那是我以前初中的同学 在学校里 就是属于不学无数的混混 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 出去打工 后来又自己做生意 听其他同学说发大财了呢 反正我看他一副行头 也俨然一副大老板的派头 估计钱不少 陈哥你就把他的钱收下 那种人的钱不收白不收 林思雨笑道 他还是你同学来着 你背后这么说 要是被你同学听到了 估计要说你不地道了 黄江华听到林思雨的解释 心里恍然 笑道 我哪有不地道了 是他自个儿说 谁帮他把事办了 就给报酬的 他自个儿没认识 什么公安局的领导 陈哥你帮了他 这钱你拿着是天经地义吗 再说了 我跟陈哥你的关系 也比跟他亲近了 不知道多少倍不是 我当然是为陈哥你着想了 林思雨俏皮地眨着眼睛 黄江华咧嘴笑着 林思雨最后 这话他爱听 说得他心花怒放 这小姑娘 现在是一门心思在他身上 自己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小姑娘对自个儿的感情 肯定没得说 陈哥 收下吧 就一点钱而已 可不能白白帮他办事了 又没酬劳 他那种土豹发户 就该宰宰林思雨摇着黄江华的手臂 娇声说着 黄江华有些犹豫 一万块不算太少 但他也没太放在眼里 他是重视自己的前程 大过于金钱的人 不想过多地沾染这些 陈哥 收下吧 一点钱而已 不能便宜了他不是 哪有给人家白办事的道理 林思雨再次说着 黄江华无奈地笑笑 看着眼前这可人的小姑娘 黄江华最终道 好好 这钱就收下 黄江华说着 把钱给了林思雨 笑道 但我要把这钱给你 你得收下 要不然 我就不要了 啊 林思雨愣了一下 眼珠子转了一下 笑道 那我不要这个 我要陈哥你包里给我准备的 那才是陈哥你的钱 这有区别吗 你这小丫头 黄江华哭笑不得 当然有区别了 陈哥你给我准备的 那是 你对我的心意 我更在乎那个 林思雨娇声道 黄江华文言 撇嘴笑笑 这小姑娘总能说 让她爱听的话 将钱放在一边 黄江华算是默认 收下这个钱 傍晚的望山 太阳落山后 温度急剧下降 比白天足足冷了好几度 陈兴身上多批了一件外套 白天同杨红在郊外钓鱼时 他只是穿了一件长袖衬衫 一到了晚上 陈兴也觉得有些糟不住 办公室里 陈兴批阅了几分文件 办公厅主任魏斯达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件 魏斯达道 陈书记 今年新春的老干部团拜会 定在11号 您看合适吗 11号 陈兴猝了下眉 仔细算一下 11号正好是除夕前的一个星期 这个时间倒也刚合适 不由地点头 行 这是你们办公厅把日子定下后 通知到其他领导那里 好 魏斯达点了点头 日期征得陈兴的同意 也就可以定下了 按往年的规矩 团拜会不只是市委常委班子的领导成员参加 是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 也都会出席参加 望山市已退的老干部 着实不少 最高龄的都有过了90的了 魏斯达走了出去 营念正好碰上林思雨走了进来 目光在林思雨脸上扫了一眼 魏斯达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地 想盯着林思雨走路的样子 一想到这是陈兴的办公室 魏斯达心里一紧 快步走了出去 陈书记 您喝杯热水 林思雨给陈兴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水过来 小林 明天就又要回南州了吧 陈兴笑着道 嗯 明天回去 林思雨点头道 那我预祝你最后一刻考试圆满成功 陈兴笑了起来 明年希望听到你又拿奖学金的消息 会的 最后一刻 我一定努力林思雨用力地点头 到时候拿了奖学金 我要请陈书记吃饭 好咧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陈兴满脸笑容 这小姑娘很勤快 在黄江华证实林思雨对她说的话都属时候 陈兴对林思雨也没再有其他质疑 或许只是魏斯达碰巧招进来的一个小姑娘 这世上没那么多阴谋论 而林思雨的勤快和聪明伶俐也让她颇为喜爱 对这个懂事和坚强的小姑娘 陈兴心里有着欣赏 看着林思雨出去 陈兴注视着其背影 很快就收回目光 这小姑娘最近有些跟往常不一样 陈兴不清楚是哪里不一样 但就是觉得和之前不同 脸上有着跟以前不一样的光彩 那种小女人妩媚的姿态 就像是出京人事的小媳妇 好笑地摇头 陈兴心说 自个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 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和无聊了 她没问过林思雨的私事 但这样一个勤快温柔漂亮的姑娘 早就有男朋友了 也是正常的事 现在还有几个大学生没谈恋爱的 她这也是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 有这份闲心 还不如多关心些民生大事 书记 晚上您要加班吗 要不要我去帮您打份晚饭 黄江华走了进来 不用了 陈兴笑着摆手 晚上不加班了 难得放松一天 要是晚上还加班 那就没意思了 书记 您给自己放假一天 我也能跟着偷偷闲 黄江华笑道 小黄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我怎么看你意气风发的 陈兴笑着看了黄江华一眼 没 没有 我每天都是这样吗 跟在领导您身边工作 我时刻告诉自己 要每天都精神百倍地迎接工作 黄江华笑道 你个小黄 倒是会讲话 最近也没听到啥风声 看来春节要喝你和沈小姐的喜酒 是没戏了 陈书记 这个还在努力 黄江华嘿嘿笑着 一有好消息 肯定第一个通知陈书记您 两人说笑着 陈兴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下号码 是薛进宝打来的 陈兴笑着接了起来 进宝 在丽山县还没回来吗 陈兴 我和樊小姐在丽山这边碰到了麻烦 暂时 薛进宝的话还没讲完 手机就没了声音 陈兴只听到最后传来一声惊怒声 就再也没了声响 拿着手机喂了几声 陈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书记 怎么了 黄江华疑惑地看着陈兴 陈兴没说话 拿着手机 重新拨了薛进宝的号码 手机能打通 但却没人接电话 眉头微皱了起来 陈兴心里纳闷 薛进宝是去丽山查看投资的工厂建设进度 至于那帆英 这次又同薛进宝过来 表现出了在望山投资的兴趣 今天同薛进宝 一起到丽山县去了 陈兴晚上还说 宴请两人来着 最主要的也是要同凡英多聊聊 陈兴对邀请新东林集团这种全国知名的大集团来望山投资 一直都是不予一例小黄 给我找找丽山县县长朱光正的电话 陈兴没心思多想 转头朝黄江华说着 他这私人手机里并没有朱光正的电话 黄江华闻言 二话不说就拿起手机快速翻找着 直接帮陈兴拨了号码出去 将手机递给了陈兴 电话多了两声就有人接起 电话那头的朱光正神态端正 接起电话就道 陈书记 您有何指示 薛进宝同那樊小姐去了你们丽山 发生什么事了 陈兴急切地问道 薛总和樊小姐走了挺久了呀 朱光正听到陈兴问的话 神色一正 两人离开还是他亲自送走的 这回陈兴突然来这么一问 朱光正十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走了挺久 那刚才我怎么接到他们的电话 说他们还在立山来着 碰到了麻烦 陈兴神色低沉 陈书记 这我真不清楚了 大概四点半的时候 我送他们离开的 都离开了快一个小时了 按说早该到市里了 朱光正苦笑 旋即又问了一句 陈书记 电话联系不上吗 刚刚进宝给我打的电话 说他还在立山 遇到麻烦了 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断了 我打过去 已经没人接了 陈兴同朱光正说着 看了下时间 现在已经有五点半了 照朱光正的话 薛进宝同樊英 从立山县城 都离开一个小时了 到底是碰到了什么事 才耽搁到了现在 并且连电话也打不通了 陈书记 那我马上派人去看看 朱光正说完 马上又改口 我亲自带人去看看 从立山县城往望山市区 也就一条必经之路 想要找人并不难找 朱光正同陈兴讲完电话 立刻就动身 他还在办公室来着 下午陪同薛进宝 前往薛家 在立山所投资的家具厂 查看工厂建设进度 这种事本不用他 这个县长陪同 但他却是特意挤出时间了 对薛进宝 朱光正显然是比一般的投资商 还要上心 每次薛进宝过来 朱光正都是全程陪同 谁让薛进宝是陈兴的同学来着 就冲着这层关系 再忙他也得抽空陪着 通过薛进宝能攀上陈兴这条线的话 那就算是付出再多的时间也值得 再者 反映这次又同薛进宝一块来了 朱光正也抱着要争取新东林集团在立山投资的心思 抓住每一个同繁英这个新东林集团千金接触的机会 都走了这么久了 怎么会还在立山呢 从办公楼下来 朱光正一边上车一边嘀咕着 他将两人送到通往望山市区的路口的 亲眼看着两人的车子远去 这个点早就应该在市区了 陈兴的电话让他一头雾水 连电话都没人接了 难道两个大活人还会消失不成 让司机往市区道路的方向开着 朱光正一边打电话给县公安局的人 市委 陈兴在办公室里拿着手机 朱光正已经说要去找人 陈兴心里确实仍有点放不下 薛进宝最后那一声惊叫 让他心里头不踏实 想了一下 陈兴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 走 去一趟立山 陈兴招呼着黄江华 两人从办公室里下来 到了楼下时 张万正的车子正好过来 张万正一下车看到陈兴 惊讶了一下 陈书记您要出去 嗯 有点事 陈兴点了点头 看了张万正一眼 道 万正同志要来 怎么没先打个电话 你晚来一步 我就出去了 我刚让人给黄秘书打了电话 确定你再才过来 张万正笑道 陈兴听到张万正所说 转头看了看黄江华 黄江华苦笑着拍了下额头 解释道 陈书记 我要跟您说来着 您一接电话 我就给忘了 陈兴听了没再说什么 目光重新落到张万正身上 张万正有事才会来找他 这回不知道又是什么事 陈书记 要回您办公室还是 张万正看了看左右 眉头微醋 没事 有什么事就在这说 陈兴摆了白手 看张万正引有顾忌的样子 陈兴寻思一下 改口道 要不上车说吧 两人上了车子 车门一关 张万正没再犹豫 将手头一份资料 递给了陈兴 陈书记 您过目一下 陈兴疑惑地接过文件 扫了一眼后 陈兴脸色也凝重起来 开始看得仔细 将整份文件看完 陈兴一脸严肃 这几个干部的调查都详实吗 资料里面写的都属实 张万正郑重地点头 他给陈兴看的是 纪委这一个来月的调查成果 从陈兴发起反腐动员大会后 纪委就抽调成立了几个调查组 虽然最重要的调查 是针对秦鹏和梁静的调查 其他调查都是打掩护 但秦鹏和梁静的案子已经黄了 也就不了了之 张万正去了省纪委一趟 有关张立行的情况 以及同梁静 秦鹏之间的联系和牵扯 他都向葛建明做了详细汇报 那个手机录音 现在在省纪委 张万正不知道 葛建明到底有没有决定立案调查 因为到现在 他也没得到任何通知 所以 心思也只能放在纪委当前的工作上 秦鹏和梁静的案子没有结局 但其他几个调查组 却是成果颇丰 这也算是失之东鱼 收之桑鱼 现在市纪委掌握了几个县处级干部 违法违纪的证据 他给陈兴看的资料 详列了三个干部的违纪情况 其中包括 丰山区副区长余生学 沟山县副县长 庞文波两人违纪的一些事实 都是经过调查属实的 而最重要的 便是立山县县委书记 姚明海的违纪情况 余生学和庞文波两人也就罢了 对这两人要不要采取措施 张万正同陈兴打声招呼后 就敢拍板 但对姚明海的调查 要不要继续下去 张万正却是做不了主了 不管是继续调查 还是果断对姚明海 采取双规措施 这都得经过 陈兴这个市委一把手拍板 姚明海不是普通的县处级干部 是堂堂的县委书记 没有经过陈兴点头 张万正根本就拍不了这个板 纪委中规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 涉及到姚明海这个级别的重量级干部 张万正这个是纪委书记决定不了 他是可以强行来 但最后只会引得陈兴不快 不尊重一把手 最终是干不长久的 车厢里静悄悄的 陈兴拿着资料凝神注目 他这回并不是在看 而是在思考 手指头在文件上轻敲着 一下一下的扣机声 也显示了陈兴正在深思着 他明白张万正的意思 既然过来找他 那就是要征求他的意思了 对姚明海的调查要不要继续 还是就此压下 当啥是没有 就全看他此刻一句话 这次的反腐行动 不只是我们的干部在看着 老百姓同样在看着 是雷声大雨点小 拍几只苍蝇应付过去 还是真正的就几只大猫出来 所有人都擦亮了眼睛在看着 老百姓希望我们能真正有所作为 而我们的干部 在观望着我们的决心和魄力 如果碰到难啃的硬骨头 我们就掩其息骨 不敢查不敢碰 那这次的反腐就毫无意义 那些个观望的干部 以前怎么样 以后又会继续怎么样 吃拿卡要的 继续吃拿卡要 敢贪的继续贪 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陈兴面罩寒霜 那陈书记的意思是 张万正看了陈兴一眼 他已经听出陈兴的意思 但仍是要亲口确定一下 查吧 该采取措施就采取措施 陈兴将文剑盒上 啪的一声 文剑盒上的声音 在车厢里显得格外的响亮 仿佛也宣示了陈兴的决心 好 张万正点了点头 脸上隐忧喜色 对姚明海采取措施的话 那意味着 这次的反腐行动 真的动了真格 再加上余生学和旁文波 这些个现处及负值 张万正相信 这次反腐的声势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 纪委的声望同样会提高 这是他这个纪委书记乐于见到的 纪委这个部门到底能不能发挥得了作用 管不管得了事 关键就是看一把手的意志 张万张也希望能干点事情出来 而不是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这次的反腐 也该有个人出来撞撞声势了 陈兴面色肃然 没有杀鸡景侯 就不会有人真正害怕 望山的官场风气 不是靠几份文件 几条规章制度能够整肃得了的 也该有点撞势断腕的决心了 陈书记您说得对 非常时期就要行非常事 张万正身以为然 已经说完了正事 张万正急于回去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对姚明海 余生学这些人采取措施 会有个先后顺序 如何一步步将声势推起来 这里头也得讲究一下策略 不能一来就对姚明海双规 而是要一步步上 张万正已经想好了如何去做 陈书记您要出去 是有急事 张万正也急着要回去 开口问道 嗯 有点私事 陈兴点了点头 被张万正汇报的事情一打岔 陈兴险些就忘了薛进宝的事 再次看了看时间 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 那看来是我耽误陈书记您了 陈书记您有事赶紧去忙 我也先回去了 张万正说道 好 这阵子你也辛苦了 陈兴微微笑着点头 目送着张万正下车 陈兴吩咐着李勇 小李 走吧 去栗山 车子出了市委大院 陈兴拿出手机 没有接到朱光正的回电 看来是还没有消息 只不过想想 也才过去了十来分钟 要找人也没那么快 是他有些急躁了 陈思着 陈兴再次拨通了薛进宝的电话 电话响着 但依然是没人接听 陈兴眉头紧拧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个人只是从栗山县回市里 一路上都是省道 车流不息 难不成还会遇到什么危险不成 再者 薛进宝和樊英两人身旁 都有一个助理的 一行四个人都是成年人 不是什么小孩子 难道真会遇到危险 想着自己手机里也有存樊英的电话 陈兴正了一下 却是忘了打樊英的事实 心里想着 陈兴也毫不犹豫地打了过去 电话一直响着 结果仍是无人接听 直至手机里 响起暂时无人接听的系统提示声 陈兴才无奈地挂掉电话 虽然预感到樊英的电话 估计也跟薛进宝的一样 不会有人接听 但真正确定 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陈兴心情有些沉重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这大白天的 又是在省道 来回督有车子 几个大活人 还能消失了不成 车子往丽山县行驶着 约莫过了二十多分钟 已经快到丽山县路程的一半 陈兴忍不住 又打了朱光正的电话 光正同志 还没有音信吗 电话一通 陈兴立刻问道 还没 陈书记您别急 我已经让公安局的人在查了 两辆车 还有几个大活人 肯定不会 这么平白无故就没有的 朱光正说道 话是这么说 这人联系不上 也不是一回事 陈兴皱着眉头 你现在在哪 我现在在公路边 刚刚县公安局 通过调取路旁的监控记录 有确定薛总和樊小姐的车子 从前往市区的路口开走 现在再做进一步调查 朱光正道 好 我现在 再往立山的路上 等一下跟你会合 陈兴道 挂掉电话 陈兴依然还在沉思着 却听前头的黄江华道 陈书记 要是手机能打通 何不妨跟移动公司联系一下 让他们帮忙通过手机信号 确定一下大概的位置 这样要找起来 或许就容易许多 是啊 怎么就忘了这个 陈兴眼睛一亮 黄江华这方法 不只是可行 说不定还真能确定 黄江华等人的具体位置 就在陈兴着急地寻找 薛进宝等人的下落时 从市区到立山县的中间一个区域 这里是市军分区驻地 从市区前往立山县的省道上 有一条拐向其他方向的水泥路 这条路上的车子不多 偶有路过的车子 都是挂着军队牌照 军分区驻地不远处的一栋五层小楼里 这里也是属于军分区的房产 原来是军分区招待所 现在已经没用了 在其他地方 建起了一栋更大更气派的招待所 此刻在这栋五层小楼 薛进宝同樊英 还有两名助理 被带到了这里 几人被绑在了椅子上 薛进宝脸上被打得淤青 一只眼睛又轻又肿 看着对面那名年轻人 薛进宝两眼冒火 他的手机被对方拿走了 应该是被丢到了车上 刚刚从对方车上被带下来时 他还听到手机响 不知道是陈兴还是其他人打的 小子 在等我试试 还没教训够是吗 为首那年轻人 盯着薛进宝看了一眼 嘴角撇了一下 冷笑道 随便抓人绑人 你这是在犯罪 知道吗 薛进宝狠狠地盯着对方 如果你现在把我们放了 再给我们赔礼道歉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嘿 我看你小子是脑袋有坑吗 死鸭子还嘴硬 让我赔礼道歉 你没病吧你 年轻男子宁笑着 老子敢让人把你们绑起来 还会怕别的 薛进宝捧着脸没说话 他没有想到 路上发生的一起意外事故 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对方的车急刹车停下 他的司机没来得及刹车 撞上对方的车子了 结果对方在车里没系安全带 也不知道是怎么撞到的额头 流血了 下车后就揪住他的司机要打人了 他想着自己这方式追尾 责任大都是在自己这方 上前要劝架 该赔的会照赔 结果话还没说完 就被对方一巴掌扇了过来 猝不及防之下 就挨了个打耳光 这下他也急了 他一个大老爷们 被人扇耳光 这是奇耻大辱 更别说他还是薛家大少来着 薛家虽然不是那种大豪门 但好歹也有十几亿的家底 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正商两届都吃得开 虽然到这望山来 是异地他乡 但也吃不得这种奇耻大辱不适 更何况望山市的一把手 还是他老同学 薛进宝哪里能忍得下这口气 也不劝架了 直接动手打了起来 事情的发展让薛进宝始料未及 也没想到会演变成这样子 对方有帮手 而且又打电话叫了人过来 正当他要打电话给陈兴时 电话被对方给打掉 等对方叫的人过来时 薛进宝几人直接被围了起来 最终被带来这里 看了一旁的梵英一眼 薛进宝有些无奈 今天倒是他把这位梵大小姐给拖累了 英子 今天是我意气用事 把你给害了 薛进宝苦笑道 没啥 我要是你 被人扇了巴掌 也得挤眼 只可惜 我不是男的 不然刚刚就帮你打架 梵英淡然地笑笑 这会甚至还有心情开玩笑 此刻处在这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多少紧张 刚刚薛进宝同对方打起来的时候 梵英没有劝阻 他欣赏比较有血性的男人 大家族出来的人 有些人仰尊处又惯了 张狂的外表下是色力内人 经不起事 梵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种 他喜欢关键时刻有血性的人 最好别 你要是被人给伤着 我可赔不起 薛进宝笑了起来 把我家卖了都赔不起 两人旁若无人地说着话 年轻男子被晾到一旁 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我说 你俩是还没弄清楚 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吗 还能笑得出来 男子眼睛紧盯着梵英 本来将薛进宝绑起来抓回来 只是想教训一顿出气 看到梵英后 心里头又有了别的心思 这女人长得没话说 重点是身上有一股气质 男子常在军营里混 军营里那些 萨爽英姿的女兵 有一股英气 那种感觉就是 经过不让须眉 从梵英身上 她就看到了 类似的那种气质 这让男子心里蠢蠢欲动 男子的话让梵英终于正是起眼前这个男子 刚刚他们被压在另一辆车上 嘴巴还被绑着胶带 也就进了这里面 胶带才被撕了下来 这回梵英仍然是 重复着一开始那句话 你现在把我们放了 还来得及 否则后果自负 哟 我要是不放呢 会有啥后果呢 你是不是会把我吃了 男子坏笑着 哎呀 不过让你这么一个大美女吃了 那我也认了 男子说完 整个屋里 当时响起了一阵笑声 是男子的同伴 至于还有另外几个后面来的帮手 这回脸上并没多少表情 其中一个 脸上还有点忧色 犹豫了一下 走上来对男子轻声说了一句 含哨 是不是稍微教训一下 就把人放了 则 刘达 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带人回去了 年轻男子一听对方的话 砸扒了下嘴 没好气得到 我要是没看错 他们几个是部队里的兵吧 樊英突然看向走上来的那名男子 以及其身后的几人 看几个人笔直的腰杆 还有站着时 隐隐像战军姿一样的姿态 樊英这才有了这种猜测 而且刚才进来 他也有看到 岔路口那醒目的军分区驻地的招牌 是不是部队里的兵 可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要是叫声亲哥哥来听 我就告诉你 年轻男子黑黑笑着 他就爱戏弄这种漂亮女人 樊英有些恼火 瞪了对方一眼 道 这位是市委书记陈兴的朋友 你把陈书记的朋友给绑起来了 你就真不怕事情闹大 还市委书记的朋友呢 老子说 这个是省长的朋友 你信不信 虎谁呢 年轻男子不懈地笑着 韩绍 这几人 叫刘达的男子 还带说什么 就被年轻男子挥手打断 不耐烦地撇了撇嘴 行了行了 我心里有数 就不用你多操心了 你可以走了 刘达文言 无奈地笑笑 往外走去 又有些不放心地回头看着 这个司令的儿子 没少干一些乱来的事 将这几人绑来 虽然不至于干出什么杀人的事来 但他也怕会玩出格 确切地说 现在已经是出格了 但他也劝不了这位大少 对方的吩咐 他还得照做 刚刚打电话 叫他带人过去 他就立马带了几个人出去了 知道可能又没啥好事 他也没敢让手下的兵穿军装 只让大家穿便装出去 事实证明 他对这个大少的了解是对的 让他带人出去 就没有过好事 从小楼里走了出来 这两天 军分区司令韩公明 去省军区开会去了 这位司令公子也没人管得了 其实军分区政委洪正杰在家 他完全可以跟洪正杰汇报 只可惜 他也没那个胆子 刘达 不准给我说出去哈 不然我收拾你 年轻男子突然想到什么 叫住刘达道 刘达听了 除了苦笑 也不知道说啥了 他又哪敢说出去 点了下头 从小楼里出来后 刘达有些担忧 这招待所废弃没用了 虽然离军分区驻地就一小段距离 但平常也没啥人过来 还不知道那司令公子 把人带到里面会关多久 关键是他还怕对方会干出别的事来小江 你待会在外头守着 万一里面有啥不对劲 你赶紧打电话告诉我 刘达带着手下几个兵出来外面后 不放心的他 朝其中一个兵吩咐道 班长 那位韩大少爷想干啥 咱们也拦不住吧 被吩咐的士兵摇头笑道 咱们拦不了 但可以想办法吗 被那位韩大少就过去干坏事也就罢了 可不能真酿出什么大错 刘达无奈地笑笑 想着刚才那女的 说是其中一人是市委书记的朋友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刘达叹了口气 按道这是希望不会闹大 但他现在也管不了 摇了摇头 刘达交代完事情后 拍了拍那名士兵的肩膀 也没再多待 带着人上车离开 公路边 陈兴同朱光正站在一起 县公安局的人在寻找 至今还没有音信 移动公司那边还没查到结果吗 陈兴抬手看着时间 皱着眉头 应该还没有 有的话就打电话过来了 朱光正微摇着头 瞥了陈兴一眼 按道陈兴对薛进宝这个同学 可真够关心的 也不枉他对薛进宝那么热情 看来多在薛进宝身上花点心思 也是值得的 约莫又等了几分钟 县公安局的局长苏建阳走了过来 陈书记 朱县长 移动公司的查询结果出来了 手机信号出现在青浦附近 那里正好有个移动的基站 查询的两个号码 在那边的信号源格外强烈 青浦 怎么到那边去了 朱光正嘀咕了一句 那边并没有通往市区的路 而是从这条直往市区的公路 拐另一个方向去 青浦是在哪里 陈兴问了一句 陈书记 也就离这里不远的 不知道您过来的时候注意到没有 路边有个通往市军分区的标牌 从那条岔路拐进去 就是前往青浦的 朱光正回答着回答着 又道 那里主要是市军分区的筑地 也没啥地方 可去才是啊 不知道薛总和樊小姐 怎么到那去了 就现在这个情况看 他们信号信号城市出事了 不见得是主动过去 应该是被人强迫过去的 陈兴促着眉 看向那县局局长苏建阳 让你们的人往那个方向重点查下 好 我马上交代人去做 苏建阳点了点头 不敢有半分懈怠 立刻就去吩咐下面的人 陈兴和朱光正也准备上车 要前往青浦去看看 这时候 姚明海赶了过来 车子在一旁停下 姚明海从车上匆匆下来 快步走上前 陈书记 我听说薛总和樊小姐出意外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再找 还没见到人 陈兴看了姚明海一眼 没想到对方也听到消息赶过来了 刚刚才听着张万正汇报 有关姚明海等干部违纪的情况 他亲自点头 允许市纪委采取行动 这回看到姚明海 陈兴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来 神色如常 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可千万不能有事 要不然 我们这些县里的干部 就愧疚万分了 姚明海一脸关切和内疚 旋即看向朱光正 光正同志 下午你不是还陪同学总和樊小姐 他们去考察工厂的建设进度吗 怎么把人给陪没了 明海书记 我下午是亲自送着他们离开的 我走的时候都还好好的 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朱光正神色淡然地回答着姚明海 心里暗骂了一声星号星号星号 压得这是 有意无意地把责任往他身上扯 你妈 老子这是哪得罪你了 朱光正并不知道 他没有将陈兴特地赶过来的消息 及时通知姚明海 让姚明海心里产生了不满 这会是故意要敲打一下朱光正 之所以会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那是因为姚明海心里也有顾忌 生怕朱光正同陈兴亲近的次数多了 万一要是抱上陈兴这棵大树 那显然会对他的权威形成挑战 这是姚明海不愿意看到的 姚明海一脑门子想的 依然是自己在栗山县的绝对权威 容不得任何人挑衅 哪怕是朱光正这个县长也不行 却没想到他的好日子已经快要点头 面前这个年轻的市委书记 已经一句话决定了的下半生 几人上车前往青浦 有了具体的一个地点指向 县公安局的人很快就查到了一点线索 有警员在向路旁的居民调查时 了解到了一个情况 临近傍晚时 有几辆车在附近的路口发生了纠纷 结果其中一方吃了亏 被另一方喊来的人给带走了 连车子都被开走 离开的方向就是前往青浦的路 路口处 市军分区的路标只是排十分显眼 就挂在路旁的石柱上 陈兴等人在车里停了车 听着苏建阳的汇报 姚明海当时就出声 怒道 这是谁干的 发生纠纷还敢直接将人给绑走 简直是无法无天 姚明海说着 看向苏建阳 道 建阳同志 让你们公安局的人赶紧查 尽快将薛总和樊小姐找到 还有那些无法无天的人 一定要绳之以法 言诚不待 姚明海一番愤怒的表现后 转头看了看陈兴 立马又换成另外一副神色 陈书记 相信薛总和樊小姐 吉人自有妖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走 进去看看陈兴眯着眼 朝拐向市军分区的那条路看着 来望山才两个多月的他 还没到过市军分区 一直说要去军分区 拜访军分区司令韩公明 和政委洪正杰 却是只停留在嘴上 还没真正去过 陈兴说完就掉头上车 一旁的姚明海站在原地愣了一下 合着他刚才一番表现都白瞎了 也没听陈兴说句认同的话 这会直接上了车 姚明海兴兴然地撇了撇嘴 也只敢在心里付匪一下 很快就跟着上车 并没有注意到 后面的朱光正正憋着笑 车子往岔路口开了进去 速度并不快 公安局的人在找寻着 薛进宝和樊英等人开的车子 两辆车子的目标很大 并不好隐藏 刚进去的一段路 道路两旁都是农田 没啥好找 直至路两旁有村庄时 车子就几乎是走走停停 军分区就招待所里 年轻男子正和两个朋友吃着晚饭 这是他特地让人从军分区食堂里打包出来的 虽然不怎么好吃 但也将就着吃 不上酒店也只能这样了 年轻男子端着盒饭在樊英面前坐着 故意吃得嘖嘖有声 刘达吉奇带来的几个兵被他打发走了 现在这招待所里也就他和两个狐朋狗友 当然还有被绑着的薛进宝和樊英两人 包括两人的助理 怎么样乐部 年轻男子笑咪咪地看着樊英 要不要我让人帮你把绳子解开 把绳子解开好陪你吃饭是吗 樊英冷笑着看着对方 嘿嘿真聪明的女人 年轻男子默然一笑 吃完饭要是顺便喝个酒 然后再发生点啥 那就更好了 说你流氓都便宜了你 你比人渣还不如 樊英鄙夷夷地盯着对方 这年头的人有几个正经的 我至少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好不是 像我这样多好 敢爱敢恨吗 年轻男子戏谑地笑着 薛进宝听着年轻男子的话 嘴角抽了抽 这人倒是无耻到了极致 只不过眼角的余光扫向樊英时 薛进宝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说的话是实话 很多人都爱把自个伪装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心里却是一肚子的男道女超 在樊英面前出现的男子 基本也都是非富即贵的 哪个不是衣冠楚楚 外表光鲜 看起来都是人中龙凤的 但混在圈子里 薛进宝比谁都清楚 富家字帝的这些圈子里 私生活之混乱 只有让人想象不到的荒唐 而没有发生不了的 在樊英面前表现得极其斯文的人 骨子里怕是早就 幻想着将樊英给扑倒了 她要不是已经有了老婆 又知道樊英这样的女子 不是可能当别人情人的人 她也忍不住要动心思了 其实就算是樊英有可能当别人的情人 她也没那个资格去沾惹 樊家家大业大 比他们薛家高了几个档次 樊英又岂是她一个有老婆的人能惦记的 她能和樊英处得不错 那也是因为心里没有其他念想 这点樊英比她清楚 两人也才能真的跟朋友一样相处 你要是现在及时罢手 把我们放了 这件事还有可以回旋的余地 如若不然的话 樊英深深地看了年轻男子一眼 相信我 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哈 老子从小就是下大的 你接着诈虎 使劲诈虎 刚刚说他是市委书记的朋友 现在是不是要说你又是谁谁的朋友来着 年轻男子咧嘴笑着 你一直在想吃 我来说你不算不客气 我来说你还会留在家里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